大家好,我是董顺文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Aerophone又有新的升级了 2.20版 好,这个Roland这公司呢 真的非常认真 在这个Aerophone发表到现在 已经好多次的升级 那目前最新的升级 其实是2.20版 其实应该在过年期间 就差不多发表了 农历年前后就发表了 其实实在太忙了 今天再跟大家介绍 那这个升级的过程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你首先 照我这个影片下面的那个连结 把这个到那个地址上面去 好,在它的官网上 其实以后如果你固定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网址记起来 好,你只要找这个Aerophone的 这个Update的这个网站上面 它都固定会有一直有升级的版本 然后你把这个网页拉到最下面 然后最下面它有个地方 你要同意一些它下载的规则 然后呢,按上那个橘色的这个按钮 那你就会看到 你的档案就开始下载了 这个档案 这次升级版的档案不大 好,它5MB不到 4MB多 然后当你下载完之后呢 你把档案夹打开 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一个A10的 一个什么什么的 2.20的Bing的 的一个档案 好,那不用管它 也不用点拔 不用点开 都不需要 好,那再来呢 你就会需要一条USB的线 然后这个线好像叫做 Type B还是什么 我不忘记了 好,这个一般是以前是用在印表机的 一边就是标准的USB的样子 另外一边就是一个比较像方方头的这种感觉的 那把这个方的头呢 接到你的AeroFone上面去 好,那把USB的那一端接近你的电脑 好,那先不要开机哦 记得你接的时候先不要开机哦 先接上去就好 那在开机的时候呢 接好之后呢来开机 但开机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秘诀 你要升级的时候 你就要按这上面这个八度钮的 最下面那个 等于低两个八度的那个黑色圆的橡皮钮 按住它 然后按开机键 好,这个时候呢 你的萤幕上就会出现一个叫做什么 Updater 然后它到这个Update的状态 然后呢 你的USB接在电脑上过一会 它就会出现Waiting 你的AeroFone的萤幕上会写Waiting 然后呢 你的电脑之后就会 等一会就会出现这个 你的A10的一个档案夹 那你把档案夹打开之后呢 把你刚刚下载的那个BIN档 拖到你现在这支AeroFone上面去 那等到copy完之后呢 记得要把这个 你现在在电脑桌面上的这个 AeroFone的这个档案夹退出 等于是要让你现在这个 你现在这支乐器 跟你的电脑 东西已经扣过来了 把它退出 那记得不要关机哦 千万不要关机 关机会当掉 你不要关机 你就把 先把桌面上的这个AeroFone退出 退出之后呢 再把USB拔掉 拔掉之后 你就会看到你的这个AeroFone的萤幕上 开始跑 跑它在update了 那等到 当它跑到百分之百之后呢 它会写一个finish 等到它确定完成之后 你重开机 你的升级就完成了 其实算 跟很多 这个乐器比起来 这算是做的 我觉得做得非常好 非常简单的哦 我记得当初 升到2.0版 第一次试的时候 我就吓一条 哇蛮简单的 那这一次的升级呢 又帮我们多了好多音色 我们从本来的 好像之前是到54吧 是不是 有这道 这个Pipe Organ 那这次多的音色呢 全部都跟Saxophone有关 如果你是 这个我记得看一下 OK 到54 到之前的版本 是有54个音色 那这次呢 总共到了62种音色 等于多了8个 那这8个音色呢 全部都是Saxophone 你可以从第一个看起 它叫做 对不起 从55 多的开始 到56 56开始呢 这多的这7个声音呢 它都是Supernatural的 Alter Saxophone 1 然后到 这个Supernatural的 Alter Saxophone 2 然后有Supernatural的 Sprano Saxophone Supernatural的 Tenor Saxophone 而且它就有 它特别强调 这是Pop音色 就是在 据他们 这个原厂的设计师 跟我说 他就说 很多的 这个用户都反映 因为确实 玩这个的 很多都是 想要吹Saxophone 可是觉得 可能不见了 练得起来 那我来玩这个好了 那大家都很喜欢 那种比较流行一点 亮一点的 Saxophone的声音 所以他们就把 原来里面的 Supernatural的 Saxophone音色的参数 做了一些调整 也许加了一些高音 在revert delay上 做了一点修正 在EQ上面 做了一点修正 然后调整出来 这几个音色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update来看看 蛮好玩的 推荐给你